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雅加达南区国家法院的主审判室前面,我今天大约是7点20分抵达这家法院,或者大家也能通过在我身后的现场情况,主审判室里面目前还空着,而在主审判室的前面有许多来自国内多家媒体记者朋友们前来报道。 这也能表明虽然谋杀约苏法准将一案的庭审快持续三个月的时间,但仍然能受到国内众多人的关注。 据了解在12月22日当天的庭审里检察官、费尔蒂桑博与普特里的律师曾经将审判长瓦尤申请了将暂停庭审到明年1月份一至3号,但是审判长瓦尤拒解了该申请,并表示, 谋杀约苏法准将一案是根据简单、朴素、实惠的原则上,因此在今天12月27日的庭审是照样开审。 那么今天的庭审议程为边方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在12月22日,也就是三周四的庭审里, 费尔蒂桑博与普特里的律师是邀请了一名刑事专家出庭作证, 那么在今天的庭审里,他们将会邀请两至三名专家出庭作证, 但是具体有哪些专家,我们还没有获得相关的消息。 如果回顾12月22日当天的庭审里,刑事专家马鲁斯·阿里的证言, 他表示,此次约苏华的死亡案是不可贵类为蓄意的谋杀案, 因为不符合三种条件。第一种条件是,所参与谋杀的人都要有共同的意愿, 而第二种条件是,在执行谋杀的时候要有时差, 而第三种条件是,所参与谋杀的人要有角色划分。 除此之外呢,在当天的庭审里, 普特里的律师菲布里也向马鲁斯·阿里提问, 如果根据印尼刑法的第340号规定里面, 谋杀的被告人是否有资格当司法的合作者? 马鲁斯·阿里表示,如果根据2006年的第13号规定里面, 谋杀的被告人是没有资格当司法合作者, 除非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刑事案, 其中包括洗钱案、毒品案、性侵案以及其他的刑事案。 那么对此次内容,保护证人以及受害者的机构副主席苏利斯表示, 如果根据2014年的第31号规定的最新条例, 关于证人以及受害者的规定, 谋杀被告人是有资格当司法的合作者, 所以理查德·艾里者在谋杀越苏华准将的庭审里面是有资格当司法的合作者。 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庭审里将会有哪些专家来提供证言, 为减轻被告人的罪责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在今天早上10点的庭审里。 以上是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回到严博士、袁玲。 好,谢谢苏珍给我们做的报道。